这个跑滴滴的 这个也是跑滴滴的 然后那里还停了两个 然后我的后面 看到没有 还有一个 我还有一个 没单的时候我们在干嘛 就是这样 躺下去 思考人生 睡觉 单子一想 立马就起来开干 不然的话 就是全部都是埋头 在这里刷抖音 看新闻 然后如果有认识的 就旁边找个认识的 聊一聊 看谁先走 就是这样 现在这个疫情 大家都是一样的 一两个小时 接个一两单 正正常常的 非常正常 所以说网约车 不是你想来干 就来就能干的 必须要有耐心 看到没有 多油 这是为什么 今天外面的天气 大太阳 看着别人 开电车的空调开着 但是我们依旧的 满身都是汗 不敢开空调 这就是 差距 热的不行了 已经 但是还是要忍 要把四个窗子打开 忍住 在自己心里面 默默的想 自己不热 然后送完乘客 立马找个阴凉的地方 下车 偷偷气 这就是油车 现在这种状况 只希望现在油价 能够稍微再降一点点 对吧 降一点点的话 这个夏天 开空调 就没那么心痛了 不然的话 继续往上涨的话 这个夏天就没法跑了 还不如去收破烂 对吧 你看像现在 一天跑个 三百多块钱 都很困难了 因为现在单子 特别特别的少 我一般都是 中午十一点 十一点出门 要跑到凌晨 一两点钟 因为晚上 单子稍微多一点 竞争力没那么大 价格也高一点 这样的话 才能把自己的流水冲上来 不然的话 像跑白天 按照现在这个行情 跑个两百块钱 都困难 而且你的公里数 还会跟着上去 跑两百块钱 赚一百块钱 有可能一百块钱都赚不到 这就是跑车人的心酸 看吧 在这里聊了 两三分钟了 几个平台开着 一个大人都没想 我已经在这里 坐了差不多 二三十分钟了 就去接单 一直在想 四点几公里去接人 都是起步价 四五块钱 五六块钱的单子 快车实时单 又是一个六块多钱的 乘客现在用车 所以说 现在已经是网约车 最差的时候了 淡季中的淡季了 很多说句实话 没有像我们这种耐心的人 根本都扛不住 根本都不想出车 还有人 还有很多人说 要来跑网约车 去租个车怎么样 现在这个行情不适合 因为疫情有点严重 再加上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了 对吧 所以说 大家可以观望一下 先跑跑兼职 试一下 去租车就算了 用自己的车 用自己的车 哪怕油耗高一点 你可以去体验一两天 我也不劝大家去入坑 对吧 没必要 赚钱肯定是能赚的 但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每天说 我跑300多人流水 我跑十几个小时呢 14个小时 15个小时 有时候跑18个小时 直接累满 都很正常 所以说 需要很大的一个耐心 跑到 晚上跑的上眼皮 到下眼皮 困死了 回家 跑两口饭 刷个牙 躺到床上就睡着了 就是这种状况 所以说 很辛苦 现在赚钱 哪一行都不容易 对吧 好了 不跟大家再说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拜拜